两个人在飘到天花板这个上面 那个眼睛没闭 眼睛睁着了 天哪 挺害怕 真的害怕 那个上面太恐怖了 我是我 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 都不能比你的上面 老实人一年打捞400具尸体 专业队员直呼 这简直要比自己看过的 所有恐怖片的场景更恐怖 如果不是真实记录 你会相信我们的真实生活中 竟然还有这样的职业吗 老实人一年打捞了400具尸体 他所经历的恐怖场景 是每个人都无法想象的 用他的话来说 自己体验过的 远远比自己曾看过的一切恐怖片 都要恐怖不少 万数国第一次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 就差点被吓破胆 2015年的一天 一则消息突然传来 在珠江口岸发生了一场重大意外 一艘载有11人的货船发生了沉没 他必须及时达到 现场打捞受害者遗体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 打捞难度将会急剧增加 并且非常难以辨别 这是万数国第一次参加 他在去之前 为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设 毕竟逝者为大 然而正是这一次的行动 让他之后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变化 他赶到现场后 迅速穿戴装备 在众人的配合下 成功进入了水里 他在打开舱门前 已经想过了无数种可能遇到的情况 然而还是将他吓了个半死 因为当他打开舱门口 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两个在天花板上漂浮的尸体 受害者就连眼睛都没有闭上 就仿佛活生生的人 只不过已经失去了血色 被水泡的浮肿了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和万数国四目相对 就仿佛是活人在盯着他看一样 可是他的心里清楚 对方已经死亡了 已经不是活人了 然而正是知道对方已经死亡 这样的场景才更加的甚人 在水里 人本身就非常容易紧张 加上眼前看到的画面 他感觉自己的血液都被凝固了 甚至就连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都已经忘了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不过毕竟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他迅速的冷静了下来 同事的到来让他冷静了不少 二人没有任何交流 他们先将逝者的腰部 绑了一根绳子 由于人体密度与水不同 遗体一直在向上浮 如果不是两个人同力合作 是非常难以带出船舱的 而这样的行动 以后竟然成为了他的日常 他究竟是怎样克服这样的恐惧的呢 职业捞食人一年要与400具遗体打交道 几乎每天都要下水打捞 为了让自己克服恐惧 他们究竟做了怎样的付出呢 将尸体带出船舱后 恐怖的事情才接踵而至 由于尸体在水里泡的时间过久 他们整个身躯要比平时大一圈 皮肤也会被海水浸泡至浮肿 可一旦出水遇到空气 那么皮肤将瞬间失去水分充斥 但是已经不会再与身体贴合 一个浪花过来 那个力量就能将尸体上的皮肤脱落 非常的瘆人 有时候就连许多家属 在变尸过程中都不敢去看 去直视 许多逝者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以后 就连头发都会脱落 经过长时间的救援 所有遇难者均被找到 之后的事情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 他们的任务就是将逝者尸体带出来 然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景 让男子汉也变成了小猫咪 他脑中无时无刻不再回想 当时自己刚进入舱门 与自己对尸的逝者 也无时无刻的不再想 那些出水后 尸体发生的各种变化 对他来说 原本以为捞尸人和影视剧中演的相似 完全没有那么大压力 人也不会有多么大变化 事实错了 影视剧实在是太保守了 那么孟严整日缠绕在他的心间 甚至就连睡觉 对他来说 都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日积月累下 他最终从压抑 转变为了精神衰弱 他害怕自己的电话响起 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 没有任何声音 任何人打扰他 才能勉强昏睡过去 否则 一亢奋就是一整天 这个行业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步 没有天生就胆子大的人 只不过早已麻木 庆庆现在有着极高的科技医疗水平 许多心理医生的出现 在帮助人们克服更多困难 万数国找到医生 将自己的事情 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后 医生和他说 你自己觉得恐怖 可在别人眼里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他们的死亡 不是某一个人刻意左右的 中国人对落叶归根是一种执念 你让他们离开了冰冷的海水 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用佛家的话来说 就是在世活佛 每次工作的时候 只要心里摒弃杂念 就可以做到更好 那么他之后有多么受人尊敬呢 两个人在飘到天花板在上面 那个眼睛没闭 眼睛睁着了 天哪 挺害怕 真的害怕 那个上面太恐怖了 我是我 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 都不能比你的上面 老实人直言 自己最害怕能够听懂人语的尸体 而这样的事情 恰恰真的被他碰到了 经过医生的开导 老万的状态虽然好了不少 仍旧需要时间的磨练 2016年6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在长江上 一艘名为东方之星的游轮 在经过某处的时候 被刹那出现的龙卷风不断吹击 游轮被龙卷风掀翻在地 船上有着447人 当接到指示后 万数国迅速赶往了案发现场 他到达后 没有一丝犹豫 穿戴好装备的他 一跃就进入了水中 如此大规模的灾害 场景是致命地 进入水中后 一眼望过去 全是尸体 密密麻麻地遍布在船上的各个角落 经过紧急救助 整艘船上 只有12个人活了下来 剩下的遇难者 将一个个被带出 前面的救援行动 非常顺利 他们一点点的逐层项内清理 看到一个带走一个 潜水员工作非常累 他们不断地往返于陆地 然而就在进入一个船舱后 他们发现了一具女性受害者 按照正常的流程 他们正在对其进行救助 可他的胳膊 竟然死死地拽在了栏杆上 任凭几人怎么使劲 尸体仍旧不动 手将栏杆抓得紧紧的 他们也不能使用蛮力 可如果不管的话 也不行 抱着是一式的想法 万数国凑到侍者耳旁 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就是为了让他离开这冰冷海水 可万没想到的是 刚才如同焊在栏杆上的手 突然就松开了 尽管有些不可思议 可事情的确在他的身上 真实上演了 尽管万数国成功完成任务后 都会很开心 可每次自己带出的 其实更多的是悲伤痛苦 亲属不敢相信自己的人死了 每一次的痛苦 都能深深地触动到他的心血 而大多数人 则都会对他表示感谢 非常尊重他 正是他的存在 才让家里有机会将其安葬 落叶归根 说起他能走上这条路 完全是机缘巧合 那个年代的他们 非常向往军队生活 他们的村子也非常特殊 三面都有河流 孩子们从小就在水中打闹 水性极好 加上同村 有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战士 因此他的心里 从小就对水充满了向往 尽管没有成功入伍 但是在机缘巧合下 走到了这一步 对他来说 没有工作 才是最好的 他的心里更多的希望是 愿天下无难